你说白鹿每年都给我们领回来一个男孩见一下 就证明了戏多呀 白鹿男孩 不是 是演戏的演 白眼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白鹿每次在新居男主上节目宣传的时候 我们范澄澄都给姐姐记着呢 最近白鹿和曾顺兮的路透也跟大家见面了 鹿鹿感觉是要把自己的每一个男主都混成兄弟 跟曾顺兮片场互动就看见他俩打架了 网友跑男又添一名飞行成员 已经能想象到白鹿如果带着曾顺兮上节目 范澄澄那张巴巴不停的小嘴会说些什么了 毕竟范澄澄也不是第一次语出惊人了 还记得之前在跑男发布会 大家用夹子银撒娇 白鹿这里还稍微正常点 虽然鹿鹿有点放不开 但是最终效果还是很可爱的 别读了 啊你明晚 明晚奔跑吧12线道 接不散哦 明晚奔跑吧12线道边 接不散哦 人到范澄澄的时候 我恨不得从来没听过 感觉自己从发布会一秒来到了米奇喵喵屋 硬和夹子银让我的耳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没问题 我宝贝鞋儿 谢老天 我见不见我 我今天 刚满18岁 刚满18岁 不过露露最近也是挺忙的 又要拍戏 又要录制综艺 还得给弟弟王新月录制打扣视频 在《桃花屋》一露面 王赫帝就惊声了 我一看 嘿 这些观众们可都是陆陆的熟人啊 王新月本名王涛被白露传出来的事 王赫帝直接给他揭短了 大家好 我叫王新月 是演员可以叫我新月 你身份证的姓名是 王涛 常恋像《桃花屋》的朋友们 安利宝藏男孩王涛 他私下是个非常可爱 胡萨叫的男孩 对 觉得他每天都有用过 话说回来 大家还记得奔跑吧 第二期里 露露被道具吓到崩溃的事吗 当初姚依天给嘉宾们 准备这一环节的时候 就预料到白露会被吓到 不是啊 姚依天 你明知道露露会怕 你还搞这些 没关系 姚依天不做人 有弟弟范成正帮白露出现 众所周知 范成正自己一个人 承包了跑男一半的笑点 而另一半的笑点 就是他跟姚依天互对 道具差 直接喷整个部门 继续 武装差 坐姿差 环节差 滴滴差 还有什么 你摸着了 谁说 叫你去 最好笑的是 明明是范成正出的坏主意 当陈正远放狠话说 张真远要退出时代少年团 转头就说 这是姚依天给他的剧板 该说不说 范成正的小脑瓜子 转得真快 要一天 终究还是我扛下了所有 我这一棒子下去 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 范成正说的 送你张真远上热搜 不关我们事 不关我们事 有一天 就我拍了几款 在我兜里 说到这儿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 将HelloWallst的配音软件 它是一款全新的AI声音处理软件 包含了多种明星配音 除此之外 它还有影视 动漫 游戏角色的配音 操作也很简单 不仅可以直接通过输入文字来转换台词 这软件也太好用了 还有繁体英文 日语三种语言模式的切换 HelloWallst不仅可以AI配音 它甚至能额外帮你添加配音特效 各种特色背景音和环境音供用户选择 让你的配音内容更加丰富 除了正常的配音功能外 它还能够达到多人配音对话的效果 轻松实现各种明星之间的梦幻联动 让你的脑洞在这里实现 这配音效果毫无违和感 对啊 而且还可以一键生成一点都不往返 这功能太强大了 好多音色供大家选择 你有病 HelloWallst还有一个厉害的功能 就是可以利用AI配音去唱歌 录入自己的声音 就能自动合成为歌声 五音不全的问题在这里完美解决 还能让你喜欢的明星唱你喜欢的歌 只要他有的就没有他做不到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扫描屏幕前的视频二维码 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即可下载 早日下载早日体验 感兴趣的朋友们快来试试吧 范澄澄不仅跟姚一天各种花式户对 还把主意打在李承郑凯那些老嘉宾上 直言要把人家都给熬走 这哪是请了个嘉宾啊 简直就是请了个祖宗过来 你觉得自己排地铁 那肯定成哥跟凯哥肯定在我前面 沙哥也肯定在我前面 其实大家都在我前面 毕竟人家来的时间长 然后把他们都熬走 都熬走 我看范澄澄不光是打算把老玩家都给代替 连跑男的导演之位她都要拿下了 我觉得第二组最好的应该是 其实真缘还行 为什么是你决定了 要不说00后整顿职场呢 咱们澄澄主打的就是一个 年龄不大 夜心不小 刚出道的时候要收购月华 在合并运星和哇嘶嘶嘶哇 现在已经把这个梦想换成了 包下新浪大楼 自己有雄心壮志也就算了 还怂恿张珍元跟时代风俊喊话 范澄澄我真的求求你 再往上少冲点浪 珍元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MV的女主角 回来跟我们见见 什么 我看颜色强的发EP了 是不是 是的 你什么时候能有张自己的EP 时代风俊 你别害别人了 又喊慌 有时候也不怪范澄澄总是怼腰一天 她有时候真的是欠怼啊 做任务答题 重庆的美食有哪些 郑凯前脚说完冰豆花 张珍元后脚说一个热豆花 居然也过了 你们就说她是不是欠怼 冰豆花跟热豆花是一种东西 我觉得都算豆花 正确 有一天 你不要因为得罪不了 那在上天团的粉丝你就这样 你现在没有下线了 最后范澄澄找到 对导演这条赛道后 连摇一天的镜头都变多了 曾经的范澄澄 录别的节目 连跳海都不敢 现在在跑男里仿佛如意得水 澄澄翻个白眼 摇屁地都害怕 我说姚一天 你就宠他吧 所以跟那个背景 那个自行车道完全没有关系 是吗 那是条路 对是一度别 第一次我别翻打眼 翻嘴 豆瓣插瓶 说起来 跑男的最新路透 全员装造都是美式校园风 这次的嘉宾 不仅有范澄澄的冤种兄弟魏大兴 还有我们0713男团的大脑苏醒 除此之外 喜者我未见面的周深也终于回来了 还记得范澄澄那时候大闹周深演唱会吗 他真的从来不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都是当着本人的面贴脸开大 沉澄现在能在综艺上这么颠 有一半的原因都得怪他哥魏大兴 当初魏大兴和郭七明一起合伙给范澄澄开窍 从此聪明的智商彻底占领高地了 以前的范澄澄射箭 精致哀悼 哥哥我可以 现在的范澄澄射箭 箭未动 盛险到 葡萄桌就是为大兴亲手养出来的一朵喇叭花呀 这次跑能大兴哥哥来了 巧的是悠悠泥潭环节 去年白露当起了范澄澄的托尼老师 亲自给他设计发型 今年玩泥潭放得更开朗 露露对范澄澄那是拽着衣领就往泥里摔呀 看样子最后这节目镜头又要少不了他们几个的啦